军武遂灭,军民毁中的节日 笑声尖锐,火蛇露喷 当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天空时 深陷苦战的陆军兄弟们就明白 几方强有力的空中支援已经到来 作为风靡战场几十年的舔地神器 火力凶悍的攻击技曾在数个战场大出风头 然而在今天,各大国的武库中 攻击技的地位却不断面临挑战 除了拳脚功夫越来越多样化的战斗机 一数之高的武装执任机也在一旁伺机而动 攻击技这位煞场老兵似乎就这样开始淡出历史舞台 然而就在今年的5月25日 据检视防务报道,美国空军发布一项需求 要求年年类将112架A10攻击技重新恢复飞行 虽然美国空军曾多次吵着 要退役这群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由衷 然而A10却一再地上演诸间强的奇迹 本期和中国之印 咱就暂且把目光从那些高大上的战斗机上移开 看看以经典天地狂猛 A10为代表的屌丝攻击机们 是如何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的 攻击机又名强击机 主要指在中近距离 用于攻击地面和水面目标的军用飞机 相较于轰炸机 强击机体积要小得多 外形类似于战斗机主要在低空火中 对地面水面的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从一战诞生后 攻击机的身影频繁出现在每一场战争中 二战期间苏联曾发展出著名的1R2攻击机 这款被 清界的BUA和面包空气一样 不可或缺的攻击机 在二战期间一共生产了36000多架 是人类历史上产量最多的作战飞机 为苏联军队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同时代的德国也将原本府中轰炸的司徒卡 装上了脸门37毫米BK37机炮 有出了JU87G 以王牌鲁德尔为代表的德国飞机员们 驾驶这种新型司徒卡 以用从天而降拍屁股的掌法 击毁了大量苏联坦克 盟军那边 特别是美国 自习惯用皮实粗壮的战斗机 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且战果不俗 在西线战斗中 可谓让德国装甲部队吃尽了骨头 实习根本不敢集群作战 只能化展为零 隐蔽出击 这也成为了盟军地面部队 最终能够取胜的保证 尝到了甜头的美国 八战以后 曾先后发展出了专业的A1天袭者 A4天鹰和A6入侵者 等一系列攻击机 而面对日益强大的苏联装甲力量 美国空军在1966年启动了新型攻击机项目AX 用以替换日渐老迈的A1天袭者 新的攻击机要求在价格适当的情况下 要具备良好的低速机动性能 火力要猛 同时战场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还要强 而在所有的指标要求中 军方特别强调 新机型要安装一门每天中射速 或低于4000拉的30毫米加特宁机炮 因此除了飞机项目 也要进行竞标 机炮系统的开发也要进行竞标 最后洛斯罗普的鸭9A 和菲尔查尔德公司的鸭10A 进入了AX项目的最后角逐 而通用电器和菲科福特公司 则要为新攻击机配套的GAU-8 复仇者机炮系统的研制展开竞争 然而这种竞争关系 给4家公司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为了能笑到最后 鸭家机炮竞争上就要考虑自己的机炮 可以在鸭家飞机承包商的原型机上都能使用 同理 飞机竞争商们 为了伺候这门尚未出世的机炮 不得不与鸭家机炮竞争商分别反复研究 以修飞机最终能和机炮整合到一起 因为一旦机炮安不上 那等于整个飞机项目都狂了 从一定程度上讲 新飞机更像是买复仇者机炮的赠品 然而相对难产的复仇者机炮 赠品的研发速度反而更快一些 1972年 洛斯罗普的Y-9A和福尔柴尔德公司的Y-10A的原型机 已经进行了试飞 原先安置复仇者的地方 不得不暂时用M61火神炮替代 1973年1月 福尔柴尔德公司的Y-10A 击败洛斯罗普的Y-9A 领得了AX项目 发展成后来的A10雷电R 请大家熟识的牛猪 同一年 通用电器几百飞科福特 成功拿下复仇者机炮项目 作为一门口径30毫米的气管加半米机炮 整个复仇者机炮系统全长5.93英米 重量达1.828吨 为了给这门大家伙腾位置 A10的前起罗架 不得不靠机头右侧安置 而复仇者机炮则略靠左安置 在设计时只有转到飞机中轴线附近的那根炮管在突突 因此机炮开火并不会对飞机产生偏好逆矩 从身外上看 这门机炮就如同歪掉在嘴里的烟卷 给油猪平添了几分不羁的风格 虽然一度让飞机成为赠品 但是油猪口中的这根烟卷的火力输出 确实异常给力 复仇者机炮系统一般装弹1150发 炮管由连台独立的夜压马达驱动 早期型号采用了可控的发射速率 低速挡位免1100发每分 高速挡位4200发每分 后细型的射速被固定在了3900发每分 复仇者主要弹药为PGU14B平有穿甲弹 这种穿甲弹在1220米距离上 可穿透55毫米的云制钢装甲 在300米距离上 则可以穿透76毫米的云制钢装甲 为了进一步提高杀伤效果 美国老通常用PGU14B平有穿甲弹 和PGU13B高爆燃烧弹粘种弹药 按4比1的比例依次混合装填 这样朝目标攻击时 每4发穿甲弹后面 就更一发高爆弹 借助激泡的高射速 杀伤效果更加显著 然而在一阵痛快的突突之后 问题却出现了 火药燃气会熏黑挡风玻璃 影响飞行员视野 更糟糕的是 一部分的火药燃气 还可能进入后侧的发动机 严重者甚至会造成发动机停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通用电器加长了复仇者的炮管长度 随后又尝试了三种炮口燃气导流装置 不过效果都不理想 最后只得通过改进炮弹的火药配方 敷衍了失 通用电器这位炮友如此不靠谱 费尔柴尔德公司不得不自谋出路 既然火药燃气会熏到挡风玻璃 那就装一套风挡清洗装置吧 既然发动机有吞烟停车的隐患 那就给飞机发动机增加一个重启点火电路 当飞机员扣动机炮扮机射击时 就会不停地触发这个重启点火电路 这样发动机即时停车 连累即时重启 就这么简单粗暴 1976年3月 驻戴维森蒙森空军基地的第355战斗机连队 成为首批接手A10的单位 而此时攻击机在北军中的地位 却逐渐变得尴尬起来 强暴中的阿帕奇 在设计之处就瞄准了苏联的装甲洪流 而以F-16位代表的战斗机 对地攻击能力日趋强大 此时美国空军已经开始考虑 用战斗机取代攻击机 就这样不痛不痒 尴尬地服役了15年后 A10终于在1991年迎来了首战 海湾战争旗舰 微军在A10共出动8100加次 击毁一军超过900辆坦克 减千辆其他军车 以及1000点百个火炮点 此外在战区上空盘旋巡逻的A10 还部分承担了破坏一军雷达设施 和导弹发射平台的任务 变了15年之久 有助终于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 能在战场上打出名堂 除了依靠那么30毫米乘7的大根 和出众的外挂能力 A10的机体设计 更是有助扬眉吐气的保证 为了适应恶劣的前线机场和战地环境 A10外形采用平直下弹翼双锤尾 加尾吊双发动机的设计 并且安装有面积较大的副翼 从而使A10在低空低速时 具有优异的机动性 同时有利于短距起将 游逐的副翼还可以分离成上下点片 降落时打开就可以充当减速板 此外那一段还安装有前缘缝翼 在大影角时用缝翼打开 加速机上表面气流 除了有利于延缓气流分离 防止飞机失速 还可以保证发动机正常进气 在机身后部 免台高高挂起的通用电器 TF34G-100发动机 成为有助最显著的外观特征之一 虽然看起来情况不一样 但这种设计 利用平尾 运运的垂尾 遮蔽了部分发动机喷口的红外辐射 有利于抑制红外制导 地空导弹的追踪和攻击 同时尾吊设计 加大了发动机离地高度 可以避免一时 在简陋的机场中起降时 吸入杂物 两台发动机较大的间距 还降临了同时中弹的可能性 由于油猪主要以亚因素的低空飞行 因此增强油猪防护能力 成为重中之中 飞行员所在的座舱 有厚重的钛合金装甲 把防弹纤维 直接围成浴缸形状 可抵挡23毫米穿甲般的打击 此外 其他重要部件也有装甲保护 为减少重弹概率 A时的主油项都集中在机身中部 内外附有化学防火阻弹剂 防止漏油爆炸 发动机与共有系统 及机身之间 设有防火墙及密火系统 为了以防万一 A时还采用了多余度 飞行控制系统 包括免套液压系统 和一套机械系统 当液压操控故障时 飞行员可以用机械系统手动操控飞机 虽然费力 但毕竟保命要紧啊 为了迫降考虑 A时的主起楼架 收起后 仍有二分之一的轮子 落在外面 这样飞机一旦迫降 主起楼架就能吸收冲击冷量 从而保护飞机和飞行员 海湾战争器舰 竟用四架A时 为低空导弹击落 多架A时 在重伤后 仍然坚持飞回了基地 经此一战 魏国空军再次重视起了这个低空杀手 打消了 用F-16取代A时的念头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 A时再次披挂上针 在作战中 一家A时曾多处重弹 甚至连发动机都被打烂一台 但坚强的由衷 硬是飞了回来 仗着自家的制空权优势 以及飞机良好的防护性能 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 A时经常肆无忌惮地低空掠锅 向一军目标发起进攻 不过有时候 美军飞行员怒炮录得太嗨 有军就遭了打烂 在眼色暴打伊拉克的过程中 有军都受到了来自由衷的亲切问候 皮操肉后的游柱 在战火的洗礼中 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但说起火力凶悍和抗揍的本事 不妨多让的东方斯拉夫兄弟 同样在上演的挖坚强 虽然一而二在二战中 理想了赫赫战功 但是战后速炼 却一度忽视了强机机 直到上世纪60年代 当美国退行AX项目时 苏联才重拾这一机种 1975年 苏尔武首飞 北约代号挖足 苏尔武可谓身逢其时 试飞阶段就被拉上阿富汗战场 接受实战检验 从1984年开始 交付苏联军队使用 随后开始在阿富汗战场 大出风头 虽然没有A10 拉完一门拉风的加特林撞管机炮 但是苏尔武也在技术下方 装了30毫米双管机炮 最高射速3000发每分 机身上8个外挂点 可携带多种不同武器 参与对地攻击 同A10一样 亚因素低空飞行的挖足 具有绝佳的防护性 在阿富汗战场上 很多苏尔武被打得千疮百孔 但是仍坚持飞了回来 随后 苏尔武又接受了演义战争 海湾战争 车臣战争 以及俄阁冲突等多次历练 在最近的逊丽亚战场上 仍然可见苏尔武活跃的身影 2018年2月3日 一架俄军苏尔武攻击技 在逊丽亚被武装分子击落 飞行员罗曼·菲尼波夫少校 跳伞后拒绝被俘 在打完手枪子弹后 毅然拉响了手雷 自爆殉职 在中国的空军训练中 同样有为专业挺敌的老兵 强武 作为中国研制的唯一异性攻击技 从1968年进入部队到今天 强武已经在中国军队 服役了整整半个世纪 这种在歼6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歼击技 才一度为中国军队的 近距离空中支援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基本型的基础上 强武加速发展出了 多个对地对海型号 其中强武甲型 还负担着战术核武器 投掷的重担 1972年1月7日 飞行员杨国祥 驾驶强武甲 首次完成了战术核弹 狂飙一号的甩头实验 几十年以来 强武除装备中国军队 还出货到孟加拉 巴基斯坦 苏丹等多个国家 但在航空工业 不断推陈出新的今天 强武落后的电子设备 已经远远跟不上 时代的步伐 2012年10月25日 随着最后一架强武 完成总装交付 标志着强武 在中国的生产 正式停止 如同强武还会继续在 解放军中服役一样 美军的A氏 经过一而再 再而三的延迟退休 将会一直服役到 2020年之后 但不可否认 这些曾经的低空猎手 正越来越多的 被其他兵器取代 F-15E攻击鹰 AC-130空中炮艇 AH-64阿帕奇 甚至以MQ-9死神 为代表的无人攻击机 他们在很多时候 都能完成A氏 所承担的地面打击任务 尽管美国陆军 十分偏爱由诸 甚至有传闻说 如果空军不要A氏 陆军就要接牌 之类云云 但从装备发展角度来看 这些诞生于上世纪的攻击机 终究还是会被淘汰 注定在未来成为明月荒花 但它壮年是矫健的身影 脑年是弥间的斗志 加上了暴力委屈的硬朗外形 已经足够被人们所冰激了 那到此为止 咱的合中国之音系列 已经将美国的一票经典战机 收入廊中 至于新生代的F22 第三季隐形战机里 已经讲过 F35更是在第四季时 专门做过一期 掐指算来 美帝的人气战机里面 只有发18 还没有系统介绍过了 那么对于这样一款 又能战斗 又能攻击 还能上线的全能劳模 请容咱 在细细调教打磨之后 再放出来 给大家欣赏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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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